英勇夏天超級特別 他這次呢搭載了 橡膠系統 大概這個部分 有一個非常厚的紅色橡膠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森 那我們今天呢 繼續來我們的陀螺介紹系列 今天我們來介紹陀螺呢 是這個 B163英勇戰神 EV-DASH 那為什麼沒有講 它是什麼機殼呢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好不好 名字啊 名字 但是圖片功能我都有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從上蓋開始介紹 上蓋呢 我先拿我們的 橘子戰神 就是斬擊戰神嘛 這次的戰神 超級特別 特別到爆好不好 我們先拆解一下 那我們先從他的文章開始講 文章裡面都會放一個 這個東西 晶片 那這個晶片它是跟 巡弋邪神一模一樣的 我應該是可以確認的 造型 這也看起來是一毛一樣 那上蓋的部分呢 就是非常的帥 然後我旁邊會放的圖片 對 那功能不祥 功能應該是沒有啦 它的尺格應該是比較偏緊的那一種 不是尺格啦 就是它應該是比較偏緊的那種上蓋 那再來 夏金特別了 英勇夏金 超級特別 它這次呢 搭載了 橡膠系統 好不好 它根本就是想要把這個 戰神完全變成我們的魔龍 好不好 變成 又選版的魔龍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各位看在這個圖 它這邊呢 是變成 橡膠 各位仔細看 它是透明的 通常透明的東西 然後又看起來沒有那麼亮的話 通常一定都是橡膠 基本上可以掛保證啦 我覺得 那 橡膠的用途在哪裡呢 我覺得可以稍微進行吸收 因為它這個部分也有橡膠 砍下去其實會很像 審判小丑的樣子 就是真的 攻擊力會增加很多 然後 遇上左旋 應該也是可以做一個 小心的吸收啦 對 我覺得這夏金值得期待 再來我們來介紹軸心部分 軸心呢 是我們的 EVDASH 那你們會覺得說 欸 它的實體圖又沒有 會講說是EVDASH 那我們這邊上兩張圖給各位看 這兩張圖呢 就可以證明它是EVDASH 為什麼呢 這個圖片來源是來自 超王世代的動畫第一集 他們在對戰的時候 的 配置介紹 它上面是顯示一個紅色 所以 可以確認它是DASH軸 然後在下場的時候呢 它下來的時候 這個角度 根本就是EV軸嘛 長得根本一毛一樣 所以我可以確定它一定就是EVDASH 還蠻偷懶的 對 真的還蠻偷懶的 直接用EVDASH敷衍我們 算 還不錯啦 對於一些攻擊型玩家 最後呢 是我們也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機殼的部分 那我真的不知道它叫什麼 有可能是叫2A嗎 因為1A就是代表 1然後攻擊型的意思 那它也是一個攻擊型的機殼 所以我會不會叫2A 我是不知道的 它其實長得非常像 粒鐵 粒鐵上面有搭載橡膠 各位都知道了 不過它非常的薄 要幫我上一張圖 兩張圖 兩張 一張呢是這個 橫向的 大概 這個部分 有一個非常厚的 紅色橡膠 對那個就是橡膠 沒有錯 這整個造型就真的跟Z鐵很像 只是把橡膠 加大加厚 然後整體 更加的厚 就變得 變得很像是這個的感覺 然後我們可以確認的是 它也是 不能再加裝以前鐵 這個系統 對 是全新超王系統的機殼 根本是真的覺得還蠻期待的啦 對了 這邊跟各位講 我們剛剛不是有上一張圖片嗎 就是介紹它的 軸心的那張圖片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的 新殺蛋 它是跟巡弋血神一樣 是用原生系統 然後 它搭配鐵應該是HR鐵 然後軸心不知道 那它今天不是我們這種臉啦 所以我們就大概先跟各位講到這邊 好 那我們今天的 英勇戰神介紹 差不多到這邊 那今天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 可以幫他按讚 訂閱和分享 給我付 那點個訂閱 FV 粉絲 按個讚 以及IG 追蹤我 那我是白香 各位 小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